格力乔 小赛罗 你们快出来啊 快救救我吧 我又扛不住了 大家赶紧给我一点光明能量啊 我体内的光都被黑暗吞噬了 大家再不把我的话 我会彻底变成三头怪物的 哎呀格力乔 你怎么还在睡觉 快帮帮我 我快要坚持不住了 是谁吵到我睡觉了呀 哎呀我的天呢 哪里来的怪物 你怎么跑到我家里来了 快走开你这个丑八怪 你别过来 别靠近我 格力乔妹妹你仔细看看啊 我是你的赛罗哥哥呀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被黑暗魔法打败了 现在需要你们给我补充光明能量 我才能恢复正常 我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 你走开吧 你这个怪物 居然敢冒充我的赛罗哥哥 来欺骗我们的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快走开 离我们家远一点 为什么会这样啊 格力乔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真的是赛罗奥特曼 难道所有人都不认识我了吗 我不是怪物 你这个丑八怪 这个时候了 还想来我家里欺骗大家 你就不要白日做梦了 格力乔你糊涂啊 我真的是赛罗啊 我是被怪兽偷袭 才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的 你别以为变成赛罗哥哥的样子 就可以骗得了我 我可是光之国最聪明的格力乔 你赶紧离开这里 给我滚出去 不准待在我家里 我们都不会相信你的 这到底是怎么了呀 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我了 我是为了保护大家 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难道所有人都忘记了 我对大家的付出了吗 我真的快要扛不住了 没想到格力乔居然不相信我 我要赶紧去奥特消防局 找队友们来帮助我 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泽塔 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赶紧把门打开 让我进去消防局 补充一点光和能量吧 我被怪兽偷袭 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真的要坚持不住了 你这个哪里来的怪兽啊 居然还敢冒充赛罗队长的样子 想要骗取我们的光明能量 简直是痴心妄想 泽塔仔细看看啊 我真的不是怪兽 我是赛罗啊 你的队长 你不认识了吗 我体内的黑暗病毒 正在一点一点控制我的身体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才能打败他 你这个大骗子 赛罗队长此时正在外面 进行巡逻保护大家的安全 你居然这个时候来冒充他 太过分了 赶紧给我离开这里 我不想再见到你 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快给我滚远点 怎么所有人都不相信我啊 我是真的赛罗 难道变成怪物 就不会被大家信任了吗 我还能到哪里去呢 可怜无助的赛罗 现在变得无家可归了 为了能够让自己生存下去 他不得不到工地 去开挖掘机干活 来赚取一点点的光 就让他卖力工作的时候 突然头晕眼花 挖掘机也失控 直接飞了出去 撞到了正在施工的搅拌车 挖掘机飞到了一旁的道路上 瞬间燃起了大火 赛罗也被困在了里面出不来 就在这个危险时刻 搅拌车司机开车 立刻赶了过去 爱你不归的梦想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对之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爱你来自于满黄 一生不见谁的光 你将遭你的城邦在飞墙之上 翅膀去啊 一句卑微的梦 当来到了着火的挖掘机旁边后 搅拌车停了下来 猪爸爸从车上下来了 他立刻冲过去 把困在里面的赛罗 从挖掘机驾驶舱拉了出来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赛罗终于脱困了 我的天哪 太可怕了 猪爸爸太感谢你了 谢谢你不顾危险冲进火场 把我救了出来 都怪我疲劳驾驶 才会引发这么大的事故 都是我的错 哎呀 你现在就不要再自责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现在这个样子太虚弱了 好好在这里待着吧 我现在去奥特消防局找人 来把大火先扑灭 不然大火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失的 猪爸爸交代完事情后 立刻转身 就往奥特消防局跑去了 而此时自责的赛罗 为了控制住大火 他不听劝阻 拿起灭火器就冲了上去 当大火快要扑灭的时候 挖掘机的油箱泄漏 突然发生了爆炸 赛罗躲避不及时 直接被震晕了 他无助地倒下了 而此时的猪爸爸 经过千辛万苦 也终于来到了奥特消防局 哎呀 则塔不好了 赶紧跟我一起去救人吧 公地上出大事了 快和我一起走吧 出啥事了呀 猪爸爸 你这么着急慌张地干什么呢 有什么事不能慢慢说吗 哎呀 刚才在公地工作的时候 三头赛罗开的挖掘机 发生故障 发生车祸 还燃起了大火 他现在被困在这里 需要你的救援 你说的是那个三头怪物吗 他居然真的是赛罗啊 我今天早上还把他给赶出去了 看来是我做错了 这一下可麻烦了 猪爸爸赶紧跟我一起走 我们去现场拯救赛罗 则塔开着消防车 带着猪爸爸 一起就往事故现场赶去了 每一会儿赶到了着火的挖掘机旁边 消防车立刻就开始喷水灭火 15分钟之后 挖掘机的大火被扑灭了 则塔下车后 看到躺在地上的赛罗都被惊呆了 赛罗大哥 你这是怎么了 快醒醒啊 都怪我不好 不应该把你赶走 让你错失了最佳的救援时间 哎呦喂 我不是让你待在这里 不要轻举妄动吗 赛罗 你怎么就不听我的 你本来就没有能量 还去灭火 我不该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的 赛罗队长啊 对不起啊 我应该早点相信你的 如果我让你进入奥特消防局 你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都是我害了你 赛罗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可是没人帮助他 他再也醒不过来了 则塔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